我是歌手 虽已落下帷幕 但其凭借着超高的收视 一举捧红了几位中古歌手 其中以歌王宝座擦身而过的林志炫 不仅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春 演出费更是水涨船高 近日在五大唱片畅销排行榜Top10中 他的就座就占了六个名额 据悉林志炫八月中旬将在内地连开五场演唱会 每场包含唱筹和乐队费用 共250万元人民币 洗金1250万元人民币 商演更是排满一整年 每场筹牢50万元人民币约25场 共洗金1250万元人民币 组合台币约1.19亿元 如此昂贵的档期 跟其绯闻女友经纪人基基自然密不可分 4月29日林志炫现身台湾桃圆机场 戴着帽子与墨镜看不出皮态 基基则在一旁乖巧的陪伴 随后两人搭乘保姆车回家 林志炫先下车后 基基则返回自己在附近的公寓 两人住所车行仅四分钟 这也难怪两人默契十足 工作无望而不利了 又回落播报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